而另外这个部分呢是否是监听状况在齐呢 前新竹县长林光华指控特征组非法挂线监听他 时间长达了五年之久 要求特征组说清楚讲明白 但特征组很低调表示案件侦办中无可奉告 拿出一叠童年记录权是被特征组监听的证明 前新竹县长林光华指控特征组对他非法监听 时间还长达五年 而且99年监听结束后并没有立即通知他 直到三年过去才收到通知书 什么样的大案子 居然被监听五年之久 监听报告书上说是违法国家情报工作法 就是在暗指林光华是匪谍吗 只不过释出必有因 但为了什么违法通知书上完全没说明 特征组只以一指新闻稿表示 该案已经从101年7月13号移交给新竹地检署 因为还在侦办所以无可奉告 换句话说案子根本还没结案 这更让林光华质疑自己现在持有的0937手机持续被挂线监听中 说我被禁止出境 禁止出境什么原因没有告诉我 大概不外乎就是他接听了某一些电话做一些预测 检调已经监听忽乱到几点了 立委进一步怀疑特征组目标恐怕另有其人 因为查不出来才又移交给新竹地检署 只不过该案是从94年被挂线监听 算一算是在扁政府任内 查了近9年还在侦办 也让人质疑到底是哪位大咖 让特征组这么耗费心力 TVBS新闻中德荣邱婉柔台北报道